之前老头打马超 可以说是六四开 比较好打 但自从老头休了之后 那就是五五开了啊 需要看细节了 貂蝉下来捉我了 神仙不得不教 先让开 他们想约他 但是我这个二技能配合防御他的保护机制 哇 免伤震得很高 先给貂蝉减个速 马超二技能没砸死我 拿下 队友包过来了 这貂蝉也是跑不掉的 我现在血量很残了 但是刘备刷下来了 马超看到我这点血量肯定会上头 到时候配合刘备直接就把他拿下 刘备已经买法好了 等马超过来戳我 大招捆住啊 我靠刘备这话说的 我必须得给他展示一波大闪是呢 直接大闪啊 我这个闪现我真的点了兄弟们 不是这个王子荣耀最近这个闪现怎么回事 我老是就是点了 明明点了 但是他却放不出去 最近直播的时候也是老是空大闪 那真不是我故意空的 兄弟们 他真是点了放不出去啊 这貂蝉在追刘备啊 别慌啊 等貂蝉就二了 我直接王者之拉 没拉到 但是他自己跳过来了 王者之捆 拿下貂蝉 本来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啊 但是没想到刘备竟然对我发来了称赞 不对 这怎么感觉还是在骂我呀 对面这个马超吧 那个射手一样很难捆啊 先取消大招啊 我服了 刚才闪现想放放不出去 大招取消还给放出去了 要把真的 我说实话兄弟们 我以前玩老头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 一定是这个服务器的问题 吃口药 王者之拉 开启二技能 再见 再见 不是吧 这个都能反杀 露娜来了 我开启二技能 王者之拉 好 那个我俩谁没碰着谁啊 问题不大 本来呢 我以为露娜是捉人失败 又被刘备喷了两枪 应该是走了 于是我就出来清兵 谁能想到这个露娜她又回来了 不过不要慌 我有妙计 直接闪现拉开 大招还一秒 兄弟们等我先把这个露娜嘲讽进来啊 只要把他捆在塔下 啊 刘备来了 好吧 那这个就交给刘备了啊 哎 这不貂蝉吗 九级半血貂蝉 这不是自寻死路 站在大招中心的啊 这个貂蝉不管是往哪跑 都是可以a到的 马超过来也是救不了他的 回到现场 我这次学聪明了啊 我不会再去主动捆他了 我就等马超过来戳我的时候我再捆 这样就是百分百捆住 对不对啊 很多时候呀 防守才是最好的进攻 老夫子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怎么去捆艾琳呢 注意看我的细节 开二技能让他a我给他减速 直接把他捆住 看到没有 老夫子你二技能一开呆舌a你减速 那就是随便捆 脸颇还想救他 王者之拉拉过来 怎么落这来了 这不是貂蝉吗 拉过来a一下 再再直接捆住 把被动a满再捆住 红怒老头伤害巨高 此消彼长 打完之后你看 就是貂蝉还是满血啊 告诉你们兄弟们 我跟小亮不是 我跟刘备的配合不止于此 看这波又是把貂蝉捆住 对吧 还来了一个马超 打是打不过的 来小亮 给他整个活 好 走 出不来 出不来 好 出不来 既然刘备这么勇啊 那我自然也是不能落后啊 这边先手捆到马超 终于让我捆到你了 配合工作里也把他抬走 对面还有个爱琳是吧 开下二技能拉过来 先一几下 直接闪现进去 扛第一下塔伤 然后再点苍穹 苍穹过渡之后二技能好了 那就是无限二 就在两座塔中间还当着貂蝉的面 就随便杀这个爱琳 这波稍微有那么淋漓的细节 大家可以稍微看两面啊 看两面就会了 然而在这个时候 刘备说 我希望你不是真的铁根 这是为什么 但这个问题刘备最终也没有回答我 但是不管那么多了 这把成功拿下 好啊 好啊